高亢浑厚的歌声 云丽丝用泰雅竹鼓调 要为6月20号在意大利肚龄 举行的映然世大运母火典礼演唱 祝福将从世界各地到台湾 参加2017年台北市大运的选手 听到我们鼓调里面的 我能给他们一些 也许我们就是说 这些鼓励的这种声音 它来自这么遥远的 或者是台湾一个这么小的岛里面 他的这种声音去鼓舞大家 首次前往意大利 云律斯希望台湾援助民族的音乐 在国际上被听到 特地邀请2000年一起成军的 飞云云豹音乐公团的成员 同样也是金曲奖歌手 伤不一以及林广才和吉他手杜自豪 一同前往演出 行前大家再聚首 虽然已经好几年没有一同演出了 但很快的大家找到默契 除了云律斯受邀之外 以排湾族为主的地摩尔古星舞吉 也受邀在魔火引燃仪式中演出 特别改编了2013年的创作 乌马 家屋的乌马 呈现新的舞 NASI深深不息的含义 希望让世大运的火焰 可以深深不息 NASI在排湾族的语意里面 它有着呼吸 叹息 还有生命气息等等的含义 那桃湖它是一个 孕运生命起源的象征 也是非常渴望民族繁荣 祈福而且能够深深不息 我们期待透过排湾族的家屋 乌马与古桃湖的日诞这含义 来诠释世大运的和平 传承火焰能够深深复习 出发前加紧练习 就是希望在典礼现场呈现最好的一面 6月16号晚间大家启程前往 世界大学运动会第一届主办地 意大利杜林 参加台北世大运主办单位 举行的魔火引燃仪式 要让世界看到台湾原住民族的艺术 音乐 借着古马丹把号割舍台北屏东采访报导 传承